可以随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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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之后它的逻辑其实非常简单 第一个的话呢你打开这个 它的逻辑是这样 但这边已经有做好的结果 请各位把它删除掉 其实 左边的部分呢是资料来源 左边的部分是资料来源 右边的话呢是我要做的结果 OK 所以 当然这边已经有做完的 只是事意让你知道一下说 这边可以这样做 但是请你怎么样 把它先删除掉 那删除掉之后的话 实际上就是我希望 可以把左边的东西 帮我搬到右边 那你请可不可以看一下 它有没有一个固定的逻辑 入职时间 放在入职时间 姓名放在姓名 所以也就是一二三四 刚好就一二三四 然后一二三四 刚好就又一二三四 所以也就是说纵向 纵向的四 算是四个出生格 把它变成横向的四个出生格 的资料 所以这地方 当然 你第一个你可能会想说 用微书函数吗 微书函数可以办到吗 想一想 这应该蛮困难的 OK 所以这一题的话 如果你用微书函数 应该是有点困难 所以也许你可以利用像index 或者上礼拜有提到像indirect 其实这两个函数 都可以帮你完成 我们要的结果 那首先当然 应该逻辑很清楚吧 这个往下 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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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就是横向 所以有点像 转字 所以其实当然 会不会有同学呢 如果会转字的话 四个选起来复制 然后这边贴上的时候呢 用什么 选择性贴上 然后转字 然后按确定会不会成功呢 会成功 但是问题来了 你如果说呢 转字 这个转过来 可是问题呢 你有这么多人 它里面总共可能 好像32个人吧 那你不是起要复制32次 转字32次 那这样当然效率会取 比逐笔的复制贴快 可是问题还是浪费时间 OK 那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我当然希望最好 不过VBA还是最快 VBA怎么样 按个按钮自动完成 OK 但是VBA的话 你要把它转解出来 我们当然先讲 诶 你Sale里面 有没有类似的函数 那当然我讲过了 不过还有另外一点 就是你当然如果切割过来之后 入职时间栏位已经有了 这边又多了冒号 有没有 入职时间冒号 所以第二件事情 资料带过来 还要再做第二件事 把前面的东西删掉 那当然一定也不是叫 你要突发炼钢 按delete 或者是说你可能用什么 还是浪费 还不够快 所以最快的方法 你要懂得用哪一种方法 可以把前面东西自动就把你去掉 好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想想看好 有什么方法 但是其实方法非常多种 今天我也试了很多种 那最后的话 你可以想到一个最简单 其实这一题一定会用到MID MID 有没有 也就是你如果已经知道 哪一个呢 冒号的位置 你把冒号的位置再加一个也可以 或者是因为它栏位名称刚好四个 所以MID的位置一定是四个 再加两个 两个位置 因为它冒号码在后面一个 它这边也是一样 栏位名称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用第二个方法 就是不要用寻找 因为寻找你用FY函数 你可以算什么 上面栏位名称的长度 你要四个字 那我们也就是四个 冒号跳五个 那在后面 所以加二就可以了 这也是 一些方法 那请各位稍微 想一下 当然你可以先试着用什么 用 其实你用V轮函数应该是做不出来 之前的同学有试着 V轮函数 那如果不用V轮函数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 index 跟indirect 不过呢 当然你可以 至少有个方向 但是接下来的话呢 你就是要怎么样 试着把需要的 东西给它 它的 这个index指的是array 那array指的是来源 你的来源的表格 那我的来源表格在 这个B2 CtrlShip向下 就是这个范围 那第二个呢 它要的是哪一列 列的话特别至于 它一定是这个是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所以基本上如果第一个就第一列 那蓝的话因为只有一蓝 所以一定是1啦 也就是说呢 假如你等一下向右向下的话 这个跟这个是一定不会变的 只有这个会变 那怎么变呢 一定是123 4 5 6 7 8 那假如是有32个的话 那就是会一直到32 所以我们有个线索了 也就是说呢 index 之前 这个跟这个都知道 这个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的话呢 其实它的原理原则是 只要产生12345678 这样子的表 有没有 这样的顺序表格的话 那你就把那个顺序表格的结果 再贴到这个这个格子里面来 就达到我们要的结果了 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样刚好可以让它产生1234 这位之前好像教过各位 插入函数里面不是有一个叫color函数 color函数它会抓到4嘛 所以你可以把它减掉3 减掉3之后的话呢 向右填满 那不就1234 向下填满还是1234 所以呢 我希望能够向右 它是123 向下的话呢 它可以加上因为4啦 加上4的倍数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呢 之前好像有类似的题目啊 有没有 就是 好像在哪个地方 反正有做过类似 加上倍数哦 倍数的话用ro来 当成它的倍数 所以我打一个ro ro的话指的是现在在哪一列 那现在的列是第二列 所以把它剪掉 因为第一列 就是这一列 不用加上4的倍数 下一列的话呢 才需要加上4 所以你可以怎么 把它再刮虎 先减掉它这一列 再乘上多少呢 因为每四个 有没有 1234 再下一个的话 就加4的倍 一倍嘛 所以 1加上4 那就5 所以乘上4就好 就是 向下是一倍 两倍 三倍 一直可以推 所以加上它的倍数把它打勾 向右 向下 你会发现哦 这叫向下 1到3 这样 ически 再貼 6 4 就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